车接着是我们的邻近资源单位 大南及前东方的 消防车鸣笛赶抵工厂 指挥官赶忙了解火灾现场情形 并出动消防机器人 以及穿上化学防务衣的消防队员们 要来解决火灾复合化灾的困境 又鉴于今年桃园已发生数起工厂活进 桃园市府消防局第一大队婴儿和巴德在地企业合作 日前来到厂房进行冰淇推演 模拟化学物质外泄情境 助则这次演练的巴德消防分队长 也说明了这次的演练内容 设定了甲本外露这个情境来进行演练 对我们消防人员而言 化灾及火灾的复合型灾害 一直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跟厂商做平常的演练去练习 寻求如何在这种复合型的灾害中 可以达到一起合作 完美降低财产及人物 人命安全损失的一个方法 那本场演练我们除了有请 橱棚及请同仁穿着 消防一级 C级防护一以外 我们还有请救灾机器人出动 那因为化灾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 我们需要救灾机器人进去代替我们同仁 进行灭火攻击等 比较高风险的一些行为 可以让我们同仁比较在安全处所进行操作 在火势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或化学物质的泄漏已经止住之后 才有我们同仁进去做 后续火灾相关的处理 那我们消防局其实近年来 也遇到非常多的化灾相关的复合型灾害 那我们局内也近期办了相当多的训练 包含这种演练 都让消防同仁对于这种化学灾害 有一定程度认知上的提升 就像我们刚刚演练所看到的 我们的消防一加大号C级防护衣的穿着 就是我们消防局针对这种复合型灾害的 一种折中式的处理方式 当天演练过程中也安排工厂员工 进行消防自卫编组演练 包含疏散场内同仁 拿灭火器灭火 书部协助照顾伤患等等 合作进行演练的中台橡胶公司 感谢这次消防队的合作邀请 让公司能有机会动员演练 未来也会要求同仁持续精进 为可能的意外做好准备 那当然感谢我们桃园市政府 消防局巴德分队 能够选择我们这个场地 让我们来配合这样的一个演练 那我也觉得很放心 因为各层都这样的分层负责 然后机器设备那么的充足 让百姓啊企业家 更放心的能够机器生活 还有经营 那当然我们那个同仁的演练 配合的话 当然我们要精进啦 其实真正的要防止灾害的话 是从自己做起 那真的再一次感谢 那个巴德分队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藉由这次的消防演练 一方面要提升企业员工自卫应变能力 一方面也要锻炼消防队员 如何来处理复合性灾害 尤其化学灾害的抢救风险更高 桃园市府消防第一大队 也呼吁工厂业者 务必要定期更新厂区的平面图 以及存放化学物质的地点和内容等资讯 力求随时可提供消防单位检视 万一发生事故时才能顺利救援成功 这里挺好不得哦